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卢君红台长师父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我问一下1993年的女 那个属鸡的 有那个看身体 93年的女的是吧 属什么 属鸡的 哎呦 胸部以下 部位出问题了 师父跟你说这些 就是艾滋病 在下面 胸部以下 血液 全部颜色变掉 对的 他应该不是 自己做坏事 他应该是传染到的 对 他现在已经有忧郁症了 对 我看看他能不能救啊 他现在许愿了吗 已经吃素 吃全素了 还其他什么愿啊 就是一年之内 然后放生 已经放了三万多条鱼 念了一千二百多张小房子 然后许愿一年之内度两千人 你问他 一年度得了两千人不啦 不要过分啦 过分的话 护法生也不会帮他的 度得了就度啊 明白了吗 还有自己要有信心 刚才人家艾滋病怎么都好了啦 要多做功德 法会啊 要去做义工啊 这种都是做功德的 人家平时都在做 他学了多少年了啦 一年多 师傅就是我自己 刚才说的那个 是你是吧 对 你自己当心点啊 有一个男的光头 在你身上 他要拖你走啊 我不知道是 这辈子是你的男朋友 有没有这么个男人啦 头发很少的 脸大大的 有没有啊 不清楚 我不知道是上辈子是这个 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的 这个男的 你赶快给他念经啊 还是不够啊 先给他念85章吧 好的 好吗 好的 你好好的修啊 好吧 看看吧 看看你小孩子 真的也是可怜 师傅 我真的知道错了 好了 你这个病我 哎 我也帮 不帮你背啊 我刚刚求观世音菩萨了 菩萨现在 给你一点希望了 你回去指标会下来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你可能终生 要不能再碰任何感情问题了 你要许这个愿 因为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结婚不碰可以不啦 可以可以 我就是说 你还要过给你老公啊 你有病啊 我看你真的有病了你 我错了 师傅 自己艾滋病了 还要想这种事情 你还过给你老公啊 我错了 师傅 你自己害 害死自己 还要害别人啊 你看这种人 怎么救他 你说说看 我这里帮他求扶着 我错了 我错了 师傅 我不会害别人的 不可以做的 你说要救不了 师傅 我错了 我不害别人的 师傅 这怎么改不了 死了还要 还要邪淫 死了还要淫荡 师傅 我错了 怎么就生了这种病了 还要淫荡 你说这个人怎么救啊 你们告诉我呀 你们说师傅救人苦不苦了 师傅 我真的知道错了 怎么救啊 你们告诉我呀 你许愿了 终生不要再碰了 否则你这条命就没了 听得懂了 你以为艾滋病是开玩笑的 现在没有药的 听得懂不了 听得懂 长得好看 也没有用的 一旦过上了 就是判死刑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可怜不了 你看 你们大家看看 这么小 你就几岁啊 25岁 现在看见了吗 如果他是你们的家里的人呢 你们保证师傅救救他 现在他不是你们家里人 你看你们一个都不讲话 你们要我救他吗 哎呦 刚刚来点慈悲心了 好了 自己去跟菩萨许愿去吧 起来了 那时候一共要念 还要放生多少条鱼 放生鱼无所谓 好好地念经一辈子 跟老公讲 这辈子断营荡了 没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敢碰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互把生一个礼拜把你带走 就这么简单 我跟你讲话 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 暂时让你留着 就是假设 听不懂啊 听得懂 所以暂时还不会死 已经算救你了 好了 还要怎么样了 感恩师傅 师傅那小房子 一共要多少张 留得念了 好了 不知道好得了 好不了了 我看还是有希望好得了的 六千张以后再看 六千张 六千张念完之后 你看看会不会好 听得懂吗 感恩师傅 好了 你说可怜 师傅 我跟你说一下 我就是你刚才广播里 那个 那一位就是儿子病的 因为一开始新加坡回去 然后检查报告 就是结果转好了 后来之后回来 还不知道为什么又那个 明当了呀 脑子里一动这种东西 马上就不好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傅 还不知道艾滋病是天降下来 惩罚人做坏事的 还不懂啊 知道了 你还要我讲什么 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你生这种病 能上天上去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好好念吧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管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管隆天佛法 以诸位活菩萨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恩师师父 如今恒台长 你好 你想说什么 我想问盲人 一个亡人 亡人 盲人 盲人就是眼睛看不见的 对不起 卢永才 姓卢啊 跟我一样啊 对 那好好看看 他去了哪个地方 他去了哪个地方 姓卢啊 有呢 如永永远的勇 财华的财 财华的财 就是一个财了 不是钱的财 不是 如永永远的勇 是你的谁啦 已故的账户 突发事件死的 是 气管阻塞 对 蛮好 在天上 做法师 感恩 大慈大悲 观世异菩萨 感恩 恩师师父 感恩 自卫 我不是 是你的老公 是吧 对 我念了 百多张 我告诉你 你老公比你善良 是 你老公 你一天到晚骂他的 现在他告诉我了 他说 他在家里 什么都做 他说你也可怜 但是你可怜还要骂他 对不起 少坟今年 然后我 没关系的 你帮他再烧点小房子 好吧 烧了 百多张了 百多张了 我帮你再加一点 我把它推上去一点 好啊 你再给他念两百四十张 两百四十张 好不好啊 好 让他到无色接天去啊 感恩观世 怎么样啊 因为你老公 真的人很善良 手很勤快 什么都会做 家里修马桶啊 装电灯啊 都是他 他是做电的 听得懂了吗 我告诉你啊 你老公真的很好啊 他还会做饭 会啊 他每次帮我包饭 现在自己包的 看见了吗 对 现在知道了吗 你太凶了 蛮好 他还保 他还保佑你呢 他告诉我说 有一次你很危险 出了个什么事情 很危险 他来帮你度过这个关的 我爬到很高 摔下来 没有摔下来 只是听到师父的 法身的声音 讲 哎呦 这样哦 我爬到十多尺 高 绑修球 是师父的声音啊 我开着 不是你老公啊 我在度人的时候 度人开那个百花火法 给到我的客户听啊 现在知道了 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只要好好红法 我的法身 一直会保佑你们的 听得懂吗 是师父 师父我还想帮你解个梦 然后我就 前三月份的时候 梦到你告诉我 就是说 那个 三十六 就是说二十五岁 然后就是换车 二十八岁 不要开车出远门 然后三十六岁换房子 这是 这是浴室梦 还是什么梦 就是讲给你听呀 就是今天 我今天救你了 你暂时先不会走了 那你还是要当心 二十几岁啊 二十五岁换车 二十八岁 就是不要开车 出远门 三十六岁换房子 你就好好照着 我这么做就好了 可惜不了 长得漂漂亮 让一个小女孩 死到棺材里 到人家火葬场 人家说 哎呦 蛮可惜的嘛 这个女孩子 真的 自己要知道啊 现在棺材 不是装老人的 是装坏人的 师父 我要在这 向观世音菩萨 忏悔 向师父忏悔 我错了 好了 自己好好努力啦 干净一点吧 不要下地狱 就蛮好了 像你这种孩子 就算学佛修心 最后走掉了 最多再偷个人 或什么畜生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好了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好了 台长到 槟城来一次 也不容易 谢谢大家 台长 很想念大家